暖暖区幸福华城社区的主要道路 原本被规划成消防通道 道路两旁都划上红线不准停车 不过因为社区有停车需求 因此居民向基隆市议员联恩典 承请反应 经过联恩典邀及当地定乡里长冯瑞之 以及消防局和交通处及交通队等 相关单位人员会刊争取后 部分下坡路段将在8月底前改划成黄线 将有20个汽车停车位 让居民可以夜间停车 也就是说5到7米这段路 就是单边可以停车 但是有在两个转弯处的地方 这个一定不能停 那特别再到从这个O洞 一直到N洞 以及T洞到R洞 这一段路边两边也不能停 我想这样子来 对消防局他们救灾来说的话 会方便很多 也会让我们社区的更安全 我想这一次的争取 我想我们也经过非常多的时间 跟市政府来做沟通协调 那目前的状况是这样 那希望这个确定了之后 我们一边是红线一边是黄线 那这个一边停车比较没有争议 那红线的部分就绝对不能停 希望大家共同来遵守 也维护我们社区里面的安全 我们本来停车就很困难 那我们争取到最大的好处就是 希望我们的住户能够回来之后 晚上回来之后能够顺利停车 但是最大的考量还是以我们的安全为重 所以这次在议员还有我们地方 还有我们消防局交通处这边配合之下 能够做这样子的安排 我想两方都是要配合 我们遵守规定停车 然后不要常常被开罚单 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的 我们谢谢议员为我们争取这个交通处的协助 改化为黄线的三个下坡路段 分别在便利超商对面两个非转弯处的直线路段 大约可以停放七辆汽车 以及进出社区下坡直线路段处 大约可以停放13辆汽车 夜间开放黄线停车的时间 从晚上八点到隔天早上七点为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